辛苦了,刚上任没多久,马上要进入所有业务的了解 那我们请办公室同仁好好的仔细研读一下 你的这一份报告跟上一次董主委的报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本期必须要表示就是说,的确有很多心意在里面 你看得出来,主委上任之后的确用心思想要做一些不同于前任的一些改革跟做法 这一点主席先给你肯定一下 所以我们常讲就是新人新政 你未来几年的任期里面,我们总希望看到你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给国人或给会议同仁觉得你这一任留下一些很美好的政绩 我们常讲新冠算是三把火 主委,如果你有三把火,你要点一下什么地方 谢谢委员对于我们退伏会的指导跟肯定 当然我们对于任何我们政策的推动 我们希望延续原来的规范,既有的法令 这个规章之下,我们持续去推动 但是与时俱进的检讨当前的时局问题,我想这是必须的 那如果我要请问你三个主要的重点改革 或推动的重心在什么地方,你会怎么来回应我们国人 第一个,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动木兵政策 尤其在两岸情势危机的状况之下 这个木兵政策成功与否 我想我们退伏会有扮演的角色具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们如何支撑木兵政策 尤其是现在服役四年到九年的七成退出一官兵 我们如何让他在就学就业上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着力的地方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长造法的规范 我们如何去结合我们现有的农民总医院 我们的这个农福处 以及我们的农育之家 我们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我们去把安养,养护,高龄造护 以及我们可以去 配合整个政府的长造做法 第三个就是针对国家财政的困窘 我们年金到底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我们年金如何去平衡它 我们会去普遍的倾听农民的声音 然后我们收准完整的意见 站在能够替农民发生的立场上 我们与政府来协调 主委,这一块的确是上一任报告里面 没有特别提到 尤其配合年金改革这一块 博博客服务 在社会上有些人主张要废掉退伏会 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主要是什么吗 肥猫 肥猫吧 所以第一把火高层的肥猫一定要处理 我们不希望因为少数的所谓高层肥猫 影响到退伏会的角色 甚至影响到整个退伏制度的推动 所以这一方面绝对是你第一把火要处理的 第二把火我认为是你的经营绩效的部分 我们倒在提 第三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整个年金的改革 到底有没有肥猫 我们来问个问题好了 我们从你们资料里面 你们不断告诉我们 很多资讯 个人资讯保护的问题等等的 可是我给你一个数字 这是你们提供的数字 有些在任的时候 在我们退伏会任职的时候 他的退役时的薪资大概8到9万 某一家公司 我们转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他退伍后转任的薪资加平均的奖金 可以到29万到33万 我们看了所有20几家公司 几乎平均每一位的薪资加奖金 都是退伍前最后离任的时候的薪资的 两倍到三倍左右 我问一下所有在场的所有处长们 退伍之后 或是离开退伍会之后 想到转投资公司的举手 不想去 那他们都不想去哦 主委 以后这些人都不用列入评鉴了 统统不用去哦 他们说不要去啊 主委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形象 在社会上会怎么看 谢谢委员把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上提出来 首先我必须要替肥猫 我们去做一个定义上的解释 所谓肥猫领的是双薪 所谓肥猫 没有 跟双薪没有关系啊 薪资的比例 跟就退伍的时候 或在会里面认识的时候的薪资啊 不见是双薪啊 所谓肥猫 它领的是不合法的待遇 所谓肥猫领的是 美国很多肥猫都是合法的啊 但是跟一般投资大众的薪资差很多啊 肥猫定义不是你讲那么样的狭隘啊 好 顺着委员的这样一个说法 我必须要说 我们所有高阶经理人 经过我们这个建派到各董事会 我们必须考量他的属性 这一块我倒要处理 我们建派制度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 这些人 在这个会里面过水之后 然后转到我们转投资的事业单位 你看那薪资都原来薪资两到三倍啊 只有一家公司 我不讲哪一家公司啊 二四二家里面就一家公司 那家的董事长 转任之后 他的薪资比在会内还要低 其他大概1.5倍到2倍 甚至3倍的薪资啊 要是我我也愿意去啊 这就是问题是所在 很多多数基层中低阶的官兵们 需要我们照顾 可是因为社会上看到这一群 极少数的这些官兵 或这个高阶的官员 转任之后的薪资的比例 跟他们在职的时候 真的差太多了 要一些转职 这个改革的作为 我们已经在联署了 希望有一个旋转门条款 你们知道在财政部 经济部的所有其他国营事业里面 他没有硬性规定说 一定要在本会或原来的单位 任职的经验才能够去转 相关的国营事业 可是你们的作业要点里面 有非常清楚明天的 要推荐当董事长 副董事长人选 必须在本会 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 等于是摆明地为你们 量身定做 主委这样的改革有没有必要 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些问题 我们全班的去检讨 同时我们会请各公司的董事会 我们共同来研讨它的薪资结构 当然它是根据它的绩效 根据它组织的结构 它所订定的规范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站在一个 我们持股人的立场上 我们共同的去研讨相关的问题 其实最大问题还是专业经理 我们会里面有一个 很奇怪的制度 叫做要协助我们会见人员 提升它的专业经理能力 这很奇怪 表示它原来也没有或不够 所以要帮他们提升 这个制度不是很奇怪吗 这是在这个转业过程中 没有错吧 理论上来讲 我们应该找 本来就有专业的 有很强专业的 而不是进来之后 我们再提升它的专业 这个知识跟能力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想这个委员提这个问题 我刚好举个案例 跟你报告一下 我有个很好的日本朋友 他在当年我在美国防空学校 受训的时候 他是我的同学 然后他在五年前 他刚好是日本 这个陆上自卫队的幕僚长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陆军司令 刚刚好那个时候 我担任陆军司令 他从陆上自卫队幕僚长 他退休以后 他去转任 山林重工机械公司 很好啊 可是那个不是政府帮他保障 他自己去找的工作 这个是政府保障他的 根据他们的规范 他告诉我一个 他就说 我们国家重视的是人才 什么人才 适应团队力量的人才 他把这样的一个领导资能 他转换到这一个公司 我并没有讲说 今天转任一定是资格不符 我现在讲说 我们的法律规章里面 明定要在本会担任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才可以 我这个是有保留的 跟主委报告一下 我们国军那么多的将领 每一个都有这样的能力 未必只有退服会才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你们四个条件里面 有三个都是在本会认知过 然后接下来才是国防部会见 推荐的人员 要的话全部开放 我确实了解委员你提这个本意 那当然我们会根据这样的本意 我们去检讨我们的旋转门制度 我们去检讨我们的专业经理 他的条款 你们可以检讨 我们也会检讨 我们委员现在联署了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 在会内任职三年 任职的人员 三年后不得到我们转投资的事业 主委 这样你同意吗 我们可以去接受去检讨 去检讨吧 可以吧 是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 应该让所有的人 财政部经济部没有讲说 一定要他们自己人 才可以去检议国营事业的机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确要去修改 我们会见董事跟经理人 还有相关专业经理人的一个 作业要点 接下来 经营绩效的部分 主委我们会里面不断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些人都有专业能力 我也不否认一定的专业能力 但如果今天一个人一个选项 我们可以找到真正在民间企业 有专业经理的人 到我们会里之后 转投资单位之后 能够创造更多的收益 然后这些资源 可以到我们的 所谓的安置基金 创造更多的安置基金出来 来照顾更多人 这种做法如果可以的话 主委你愿不愿意接受 我愿意接受 对不对 就未必是我们会见人 这个所谓的会内人员嘛 外面能够找到更好的专业经理人 然后创造更多的安置基金 照顾更多人 主委你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是可以接受 但是前提是我们把相关的法令 我们去做 先修法 没错吧 那谢谢主委有这样一个承诺 我们从民间找人才 创造更多的基金 照顾更多的人 在没有办法修改之前 还是可以实验 可以找一两家公司先做做看 我们可以去全班的解释 因为我们第四点就说 国安部推荐的也可以嘛 国安部推荐也没有表示一定要军人啊 国安部的推荐是为了安置退除役官兵的这个主要目的 当然这是为了输出整个国防体系 这是一个完整的规范 他安置退除役官兵 我们如何去配合检讨 我们要安置退除役官兵不表示要用退除役官兵做这个位置 没错吧 是 我们找到民间更好的人 收益搞不好多两倍三倍 可以照顾更多的退除役官兵嘛 是 主委 可不可以找一两间公司来努力看看 委员这是一个选项 我们也必须从七效成果 我们来共同验证 将来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很完善的制度 就不管说是军方是民间 我们可以示范吧 他能够弃我们这个事业 他能够争取最好的绩效 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主委 我们找一家相对收益比较少 甚至赔钱的公司 找一个民间的人士来帮我们示范 当然可以 可以哦 搞不好赚的钱比我们比来经营还要多 如果说你叫我去认得一家赔钱公司 作为挑战的话 我也接受 主委愿意啊 那你可以创造多少效益之后 我们就来评估一下咯 谢谢委员 但主委你这样的态度 我是非常欣赏的 就是不要太过于保守 我们要改变社会上 对于我们退回这种 只照顾高层的官员 不照顾中低阶的士官兵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主委这个态度是对的 我们开拓更多的民间动力进来 来协助我们创造更多的资源 来照顾更多的人 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最后要请问主委 推出急以改革的部分 我们7月份马上要发下半年度的 退辅金码对不对 本席在会里面 在大院里面已经开始推动一个案子 希望改元月退的制度 按月里 如果政府通过这个做法 或是立法院通过这个做法 我们退辅会可不可以配合 我想委员提这个意见 当然你月退跟半年退 他的意义意涵不同 我想全世界各先进国家 他都有他的退辅制度 你可以让我就军方这一部分 我们单独的先去把它验证完毕吗 你们可以去研究看看 但是我们要推动方向就是年金改革一个重要一部分 公平正义的原则 事实上我没有减少他也蛮好钱 我只是希望造一个所谓比较公平正义 跟其他社会上所有人一样 都是按月来临 基础上怎么克服 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看看 我们会去检讨 好 主委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好 谢谢 谢谢